那么我们这一节课主要讲的是韩国经济,以及韩国的钱币,还有汉江这些词。 那么讲到韩国经济,这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,范围很广的内部,很快的。 韩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非常快速的国家, 那么在韩国大韩民国最初建立的时候,韩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, 然后在陶正习总统执政期间,然后进行了新农村运动以及五年计划,因此将韩国经济得到一个飞跃, 它的最初主要是出口主导型经济。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,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,韩国的发展被称为